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出场 有请 美美你好 请坐 你找什么人啊 我叫张云珍 我来自住马电视 我来找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六四六七年的 已经成年的儿子 为何突然离家出走 与父母断绝联系 长达七年之久 他是与家人产生矛盾 赌气离家 还是另有隐情呢 而父母之间 又为何关系紧张 沉默不语呢 多的时候多大 二四二那一年 这么大怎么会 他是离家出走的吧 现在他这个父亲 不是亲生父亲 他亲生父亲在他九岁那一年 都去世了 他父亲去世之前 跟他关系好吗 好 好到什么程度 他爸爸出去打工 回来的时间 给他买那好吃的 好串的 年小孩那时间都没有见过的 他爸亲爸爸都给他买到了 他有时候我的儿子都在吃饭 能啥吐的 和妈地上 我以前他那个爸爸都张筷子 再倒去的吃到 他爸我的时候一说出去了 他都不敢 给我的儿子说 有时他都哄了 哄了我的儿子 他说你上学去吧 我不出去 我在家里 我的儿子 黄巴说 他都问 妈妈 我爸爸的 我说你爸爸出去 打工具的 我的儿子就拿着那个小笔 在墙上画一道 画一道 一直画到他爸打工回来 那你儿子亲生爸爸去世的时候 对你有嘱托吗 有 他爸死去的时候 他刚九岁 我在我家 儿子三年 那是他爸死去世的时候 说不让我走出我的家门 他说男孩子 不像女孩子 你要走掉 男孩子带着 你要家 事情多 你无论如何 别带儿子 别家 在家再穷 你公用儿子上学 如果是 在家没有钱的话 他说你 他 活了十年 他说 我也没有给人 带着我 他有那朋友 他叫 我公用不起来 叫姐姐朋友 你钱 我想说 我一个女人家 你都是 截掉人家的钱 你不得 还人家吗 我那时间 就靠那家中 在家中的山墨地 电话我拥了点 他不叫我走 最后 我也没有听到电话 我就别家了 我感情 不失了 我心里都是闷闷不落的 我儿子 和他亲生父亲 活着手 那样活不 他闷闷不落 他紧张 还长期 他说 满天 都是星星 咱不见 那一个 最谬的星星 他说 遍地都是臭 咱不见 那一颗 最壮的臭 都是逼他爸 他爸失了 对他的大气 会长大 人家欺负他 他要抓捧 他的亲生爸爸的 他都不给娘 学生一般的坚实 我当时 我看见 我儿子 那个劲 我就心里 会有 倒炸 一样 我说 无论如何 我爸 儿子 再做一个 爸爸 叫他 温暖 母亲 看着越发沉默的儿子 十分心疼 于是 下定决心 给儿子 再找一个爸爸 能给他 如亲父般的温暖 还他一个 和从前 一样温馨和睦的家 可是 面对前夫 临终前 不让他改嫁的嘱托 这位母亲 陷入了 左右两难的境地 那时间 我死的心都有 我想到 要死了 孩子 没有爸爸 再没有妈妈 我说 我说我都 活在世上 带出儿子 再找一个 爸爸 给他个温暖 结果不温暖 他十二岁你成家的吧 他十二岁我带他改嫁了 改嫁 改嫁了找到我 一年同胞的哥哥 姐姐都不赞成 我想到我自己 我都来 我都给儿子带走的 你的儿子那个时候 恨你吗 他也不说 不多恨我 他都说 妈都在拖来吧 他说的意思都是 你不作难的 在这干活 那时间 上我家提亲 算命的 都是有小孩 我想到小孩 跟小孩之间 他会不可吗 我都选择了 我这一个老公 他从来没见过分 你嫁给这个老公的时候 你没想着 你丈夫嘱咐你的话 不要带着儿子再改嫁 想过吗 想过 想过 我给他的诺言 完全失破了 没有听到 有嘴言 你心里难受吗 心里难受 非常难受 所以现在这个老公 知道你难受吗 我都按地里哭了 按地里哭 你们俩结婚以后 感情好吗 感情一般般 我的儿子 我都对不起他 对不起他 我不该带我的儿子 离家出身 就在嫁这个老公 对他不分 儿子跟这个妻妇关系怎么样 是一般般 种子也没有悬崖关系 妻妇和儿子 怎么个不好法 反正是 他两个 不是给人家那样 好样子 做点交流个啥 都哥们不多说 你儿子的继父也来了 来来 好 我们现在请 这位妹妹 现在的老公上场 有请 来 弟弟坐 李老师 你好 李老师好 请坐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 我手里拿着小孩给我买的衣服 那我很感动 你这不舍得穿 是的 现在穿上我们看看 买了个什么衣服 买挂着 他给我买的 他给你买的 以后我穿上四次不中 他又跑到县城里 二十多里 你给我换了 你觉得儿子离家出走 跟你有关系吗 我觉得日子出走 反正没有大关系 跟你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离家出走 我觉得 他离家出走 我也说不清 他妈给他咋说的 他平时有点啥事 他古怪 他不吭气人 他别在心里 你说实话 你爱儿子吗 我爱儿子 我喜欢儿子 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你觉得这影响你们的关系吗 那我看来是没有啥 我指望他演化我的 我对他肯定好 他喜欢我 他对我好的朋友 他挺我的 但是他虽然说不是我的亲生 我有时候看着看着还亲得很 他还亲我 我写过诗 写的诗 我也记不去了 然后 大概意思都是 生活没有养父亲 还写那个 亲户没钱挂了啥 我记不去了 我上岁了 我记得 我忘了 后来那个儿子离家出走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2009年回去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要上学 都在那个竹马店 办那个菜馆学校 他说他要上 他三百家的学都上了 他说妈我也上吧 我说我的儿子 你别上了 我的儿子到2009年的时间 又出来打工来 当初为什么不让儿子上那个学校 他不跟我说 他给他妈说 他妈给我说 我想他 他学习 学习不容易 学历不行 学历不行 他说的妈 我那时候我是不操心 我要再上了 我会 我得好好说 他爸说你 上啥也上 都得那个劲 他们就同意 就我也恐怕他俩的关系闹讲了 跟儿子说 我说你爸的贴也不得及 咱挣钱也难 那都不上吧 儿子说 也没说实话 我也没说实话 我也没说他爸不见得上 我恐怕他俩闹意见了 从来以后再没跟你联系 从来以后再没联系 可能是为不上学的事 心里别扭 我说不了 他那时间 他还说 他学习我 我也没让他学 他学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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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一地步 我没有让他上约 我都回向天 我面向天 我说 我说我老公 我说你 你 交代我的话 我没有实现 你的诺言 刚才你老伴在这说 你不生他的气吧 我不生他的气 儿子走了以后 肯定老伴心情不好 你理解他吗 我理解 你却安慰过他吗 嗯 也安慰他 其实我自己感觉下来 我觉得 母亲其实你有 几个左右为难 第一呢 你的 前面的这个丈夫 她是没有权利说 你不能改嫁的 改嫁是你的权利 我觉得这一点上 你不用有那么多的一个 就是愧疚和压抑的知情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你已经结婚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 你对于你现在的丈夫 应该有一些尊重 至少在公开场合 你没有必要去说 我们的感情一般般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感情 虽然可能没像你想象那么好 但也不像 我们感觉的那么差 因为起码你现在的丈夫 穿着孩子买的衣服 他会记得这件衣服是怎么来的 他仍然把这件衣服留着 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的话呢 可能这个家庭的问题是在于 彼此不善于表达 一个再婚家庭 如果每个人不忘钱 多说一步我爱你 可能就会带来伤痕 大家就会认为 就因为我们不是原配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血缘 所以我们会这样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更好的表达爱的方式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 儿子主动来找父母 而不是父母来找儿子 为什么永远是父母在找儿子 是因为父母肯屈膝于亲戚 儿子为什么不愿意屈膝 是儿子觉得我的时间还长 但是你父母等不起 所以一个一个的 找人故事的背后 不是感情随身随浅的问题 第一个妥协的人 是知道爱很重要 我向我的亲情低头 所以我们不要只看爱的短处 多想想爱的长处 可能会让家更加圆满 我同意村位的看法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妹妹往前站站在那 王叔叔 张阿姨 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我们在等着我节目的 官方中媒体平台上看到了 你们发来的寻人求助报道信息 我们也是赶紧帮你们展开的寻找 根据你们提供的这个孙广辉的基本信息 还有您曾经说过 他曾经在北京工作 最后在山东寄信回家这两个线索 我们也是对北京还有山东 以及周边地区展开了 相当有针对性的寻找 最终我们是在北京发现了 孙广辉的线索 我们立即前往寻找 看看到底能不能找到他 好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爸爸也过去吧 来 爸爸和妈妈一块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请 我想到是能给他带到一个温暖的家庭 结果不是做温暖 中之间而说都是没有悬崖关系的 不如他亲生父亲对的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为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观众朋友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 几十元九业同家冠名的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我们这个栏目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们是一站式家庭的O2O服务平台 金色家园网 对我们栏目的大力支持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我们的栏目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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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是会发生的 对我让它们发生的 我们的栏目的顶部 也就是会发生的 现在我们的栏目是 我们的栏目的栏目的栏目 我希望我的儿子 你早日回来 给妈妈见上一面吧 不管你干啥 我也不干涉你 直到你过得平安 妈妈心里都放心了 妈妈妈 媽媽 你都不想媽媽 刚才他向继父喊了一声爸爸 我特别感动 爸爸听到了吗 儿子喊你 听到了 听到了 孩子 来 妈妈坐 爸爸坐这边 那你觉得你跟你继父没有血缘关系 你们之间有矛盾吗 以前我倒是给他没有多大的 你爸说你时候多吗 也不算多 就是一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就不说话了 我就出去 你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 在外面可能持有很多力量 当时我是也就初度没上完 我说我想不能一直打工 我想学着技术 我从小就喜欢武术和英语 报考了就是音乐学院 通知书已经下来了 通知书下来了 对 你知不知道你父母没有钱 当时我也知道 我也着急 在着急的过程中 我妈后来就 因为这事 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能不能 就是说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是学了 我肯定是好好去学 你父母没同意 当时我妈呢 就特别反对我这个考虑 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 就是从小就是飞打机妈 就是没有好好教育过我 每次就是 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想去做的时候 得不到家里支持 希望你的父母是有钱人吗 这我不希望 我的父母是有钱的 但是我干什么事呢 就是说 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拿钱 就是 要支持你 心灵上给我一点安慰 就行了 也行 我妈有时候 老过发生矛盾 比如说我 之前是电话沟通 老是说我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这个父亲 没有上台之前 我觉得父亲是有问题的 但是父亲上台了以后 我觉得父亲没有问题 我觉得父亲给我们的是一个 非常憨厚 不会言表的一个老师 他能把自己那个孩子 给他的衣服穿上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深情的一种表述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孩子的问题比较大 这个孩子又想上学 父母都不同意 这是母亲没有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 母亲在这个问题上 也是有责任的 现在你有一点怨天尤人 你就觉得这个日子 就这么过下去吧 你既伤害了自己的儿子 你也既伤害了你现在的这个账户 其实啊那个小孙可能不太愿意说 但是我们昨天 我们这是昨天晚上刚刚找到他的 什么事了 宋岗辉吧 对那怎么 你看你好 其实现在他的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好 每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 而且小孙可能 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 也是之前啊 他这个工作上有一些失败 经济上欠的钱 所以可能怕也给家里添压力 还欠的钱 欠多少 欠多少小孙 但是自己也创过业 但是赔了几万块钱吧 现在还欠了将近一万多块钱 但这钱呢 我就说不想通过家里 给我去换 我想自己换 你现在还是喜欢音乐吗 还喜欢唱歌吗 我就喜欢就是音乐 武术 我现在就是也放不下的东西 报了一个培训班 学钢琴 倪平老师 我们那儿有一个武术基金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武术基金 如果小孙还没有稳定的工作 我欢迎他到我们武术基金 做工作 然后呢 一边实现你的愿望 一边也能挣点钱 然后呢 把你亏欠的东西呢 亏欠人家的钱 要逐步地还上 通过你的劳动 可以吗 可以 这样呢 如果您还喜欢唱歌 业余时间 于老师可以辅导辅导你唱歌 好不好 我愿意 愿意 好 再来联系啊 谢谢于婧姐 我们也希望小孙呢 能够热爱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也都很不容易 他们就是不善于表达 是不是小孙 对 所以你要理解爸爸妈妈 所有的行为都是爱你 孩子 但是我感觉我做的也不对 你就是做的不对 我太就是小 太年轻 就是说太深信了 对对 好 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请 时隔七年之久 父母终于知道 儿子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 儿子也明白了 亲情短暂 需要好好珍惜 缺乏沟通 才是产生家庭矛盾的根本原因 愿这个三口之家 不再有隔阂 永远幸福 不再分离 以后再也不会 就是不跟爸妈妈联系 就是工作在忙的时候 也得知道打个电话 我的儿子他也大了 他有他的理想 我就不拦他了 我回去好好地繁星 好好协调 我做的也不对